现在在路上开着的车千差万别 而那些开车的就更加的复杂了 什么样的人都有 而且很多驾驶员在开车时 尤其是在晚上开车都非常痛恨那些乱开远光惹人烦的司机 那些喜欢开远光的司机也被网友们亲切的称为远光狗 虽然这个称呼有点不雅 但是确实可以充分的感受到司机朋友们对远光狗的痛恨 民间都是怎么对付远光狗的呢 的确那些喜欢乱开远光灯的司机造成的安全事故多不胜数 不仅害人害己也会影响正常的交通秩序 那么今天就来盘点一下那些对付远光狗的办法 有些新手司机有可能在开了远光之后忘记了关 所以为了确认对面司机是不是有这一情况 我们打开远光再关掉 如果对方也关掉的话那自然是最好不过 但如果对方没有做出反应 那就在你们两车极力靠近时紧速 如果眼睛不舒服就靠边停车休息一会儿再走 当然了这个方法都是针对正经的人 如果是名副其实的远光狗 那么接下来这几个民间招数就厉害了 首先贴图法 为了应对远光狗 一些车主在车后贴上了各种各性贴图 来提醒后车关掉远光灯 不仅是中文连英文都有 真是用心良苦 还有的司机为了对付远光狗 在车后面放上了动漫千语千询中 无脸男的面具 想想大半夜开远光灯看见这张脸的确会让人心跳加速 这位司机为了打击远光狗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为了对付对面的远光狗 有的司机还在车上装上了一大排超强照明灯 来跟远光狗互相伤害 但是这真的不算非法改装吗 最后的就是压周好戏 警察叔叔让远光狗亲身体验被远光狗照的感受 在开着远光的警车面前 感受五分钟再走啊 骚年 确实非常痛快 而且没人敢有怨言 你们对付那些远光狗还有什么办法吗